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99.7 爱乐电台FM99.7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三云三亚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节目当中呢 很高兴 我们又邀请到了 东华大学红学中心的朱嘉文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朱老师你好 嘉瑜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朱老师每次都带着我们读红楼梦 然后跟昆曲 然后甚至红楼梦里头的食物 跟我们昆曲当中很多戏剧 非常多很巧妙的关系 那么今天呢 老师要带我们看的是加班 加班 是 加班不是我们平常上班要加班的加班 不是那个加班 对 是家庭里面的戏班 是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小家庭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 在家里面养一个戏班 对呀 无论你是南部大家庭 或者是说楼上楼下都是同一亲戚 那也还是不太可能 对 所以我们要重新去省思 古人是怎么看戏的这个问题 他有加班 那就可见了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家族 第一个 他们非常爱看戏 所以才会组成一个戏班 那第二呢 就是他们财力雄厚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演戏是很烧钱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家族应该都是 不能像《红楼梦》里面说 我们终上人家 这个应该都是上流 上人家 上流社会 或者是贵族阶层 那这个加班呢 还带有一点教育性质在其中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一个班子 在家里面形成了之后 这些戏子们呢 他们不是天生就会唱戏吗 这个唱戏是要有一定的功底 要有一定的基础 每天要排练 就好像现在这个国立交响乐团呢 或者是什么 省力什么等等 这个他们每天呢 就是要练习 不断的练习 那所以这些演员 他们要练习 所以就会有 除了有个加班之外 还有教习 是教导他们 对教导他们 所以他们也不断的在学习 那这个学习的过程呢 会影响 这个世家子弟的兴趣跟喜好 因为他看多了以后 看久了以后 他也学习 所以这个票系的 这个顽固子弟或贵族子弟 就会慢慢就躲起来 形成了一个很盛大的风气 我们今天看戏的习惯 跟古人确实是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如果要去看戏的话 比如说 我约佳瑜 我们去看一出戏 那我就说 在哪里 在台中歌剧院 在国家戏剧院 那我们就去按那个iPhone 然后就买一个票 我们的那个焦点呢 都在于这是谁演的 演哪一出 对 这谁演的演哪一出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那个 著名的演员是谁 小生也可以 小蛋也可以 或者是很有名的某某演员都行 然后呢去关注他 就是好像捧一个明星一样去 去追这个追星族 当追星族 所以我们买了票 进了剧场 就是为了要看他 一睹他的风采 那么三百年前 五百年前 明清之际的加班 就整个翻转过来 是戏子们呢 要看主人的态度 或者是要求 然后他们去演戏 其实是主人家呢 对于这些戏子们呢 有一定的教育 或者是教学 然后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气候 有一个词汇叫做续养加班嘛 是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好像自己的财产 对对对 就是他属于他私人的财产 也属于他的私家戏 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私房菜一样的 属于他们家族的一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加班跟昆曲 几乎要划上等号了 因为既然主人特别去采买的戏子 跟聘了教席 那这样子的话呢 他属于我的私有的财产 那我就有权利 或者是可以呢 做个人这方面的要求 那是一种 个人的审美品味的贯注 就会展现在这里 对对对 我的审美的趣味在哪里 比如说我走华丽风 对 他就要一片的华丽 那如果我要走这清唱风 像贾母 对对对 就不抹脸了 大家就是清唱 那这样子的一种表现手法跟方式 家家户户不同 要求不同 但是都是以昆曲为需养加班的 这个目标 那就反映出来就是 这些上流社会 这些世代夫 或者就是说官僚阶层 他们都是文人 饱读诗书 读很多书 他绝对不耐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写个大白话 或者是说唱这些下里巴人 或者是说比较通俗的乐曲 他一定会惨淡经营 雕章卓句 如果他现在看起来 没有适合的剧本的话 他可能会自己 亲自下海去写剧本 自己写 好 那写完剧本以后 就叫加班演出 那演出的时候 他还要去盯着他们演 那盯着他们演的时候 我们都 我们小学的时候 大家参加过乐团 或者是合唱团之类的 那合唱团 老师一直拍手 一直拍手 一直打节奏 一直打节奏 好 那点头的点头 拍大腿的拍大腿 整节课下 还有指挥的 就三拍子 四拍子 我常常都觉得 这些老师真的很辛苦 也很累 带完第二部 再带第三部 然后再把整个三部 合奏在一起 所以主人就做这个事情了 主人就这样子 不断的就是 拍自己的肚子 拍自己的大腿 拍手 然后训练他的加班 有的时候还要粉末登场 还要自己也嘎一脚 才过瘾 当导演还不过瘾 还演出 所以加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把昆曲给带起来了 我们今天如果知道 昆曲演出需要一种 什么样的规矩 每一个行有行规 那大概都是那些各家主人 因为他们的美感的 审美的要求跟需要 就培养出来的 所以没有加班就没有昆曲 可是这些世代夫们 他们并不捧其他的剧种 唯独钟爱昆曲 唯独钟爱昆曲 昆曲在他们的 这个雕章卓句之下 发展出了很多高雅的文化 高雅的戏曲 它变成一种品牌 所以其他的这个地方戏 没有办法取代它 我们不可能培养一个加班 然后这个加班是唱 地方小戏的 或者是别的剧种的 不入流了 对 就是昆曲 就是全国首唱的 而且是最高档的这个名牌 就集中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 从明代到清代 慢慢就拱起来的一个 就像一个山头一样 非常的灿烂 非常的光辉 我常常都是跟同学们 上课的时候就说 明清之际就有两座高峰点 在明朝的时候 就是嘉靖龙庆到万历年间 那嘉靖到万历 嘉靖是爷爷 万历是孙子 中间那个龙庆 那个皇帝 就是嘉靖的儿子 继位之后 很短时间就驾崩了 所以就让孙子就继位 这段时间是明代 经济条件最好 最辉煌的一个盛世 然后到了天起 或到崇祯年间的时候 这明代就慢慢走向灭 衰落 接着就是清朝忌起 清朝爷爷刚好 也有三个皇帝 就是康熙 雍正 乾隆 康熙是爷爷 乾隆是孙子 中间雍正又很短 也很短 对 所以嘉靖龙庆到万历 康熙 雍正 到乾隆 这刚好就六个皇帝 三个三个 遥遥的对望 是明朝到清朝 十六到十八世纪 中国经济最繁荣的时代 所以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就是文化要昌盛 经济要起来 是 经济没有起来的话 文明就不会达到一定的高度 灿烂 对 所以我们常喊口号 就是说要拼经济 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看到 有加班的年代 就是这个 嘉靖龙庆到万历 康熙雍正到乾隆 这一段时间 是加班最盛的时期 那他背后 当然有经济实力 去堆叠 那我们今天呢 要谈的这个加班 首先呢 就是曹雪芹的家族 是 他们家呢 就是有加班的人家 而且呢 曹寅本身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这个意犹未尽 就写了剧本 对 写了剧本以后呢 就要这个加班呢 来演出 那加班演出呢 演得不好 他就自己亲自下海 粉末登场 哦 他也会自己粉末登场 对对 曹寅 对 他就自己粉末登场 就是教大家怎么演 对 怎么样才能达到我的水准 跟我的要求 跟我的标准 这个我们又不得不佩服 第一个 我们之前谈到饮食的时候呢 就是 个人品味啦 有人喜欢咸 有人喜欢甜 有人喜欢软软 甜甜烂烂 有人喜欢呢 就有嚼劲 那可能这是比较主观的 但是文学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要有素养 要有基础 要有底蕴 贵族刚好就有这个 贵族人家刚好就会有这个 长期培养的结果 所以呢 他在这个文化 或者文学这一块领域里头呢 他会对于这个戏曲呢 分外的要求 一方面是兴趣 另外一方面 他本身的文笔啊 修辞啊 这个素养本身就很好 很厉害 就很厉害 那但是我们还要必须 跟大家再介绍 另外一个家族呢 就是苏州里家 红楼梦里面有四大家族 说是贾史王靴 贾家 史家 王家 靴家 那其实呢 好像其他几个家族呢 并不彰显 就是贾家嘛 是 比较明显 老太太呢 是史太君 所以呢 他老娘家那边姓史 史湘云也是那一家 就是一个史湘云为代表 那王家呢 就是王熙凤跟王夫人 那远远的就说 他们那个 就是做大官的呢 就是王子腾 就是叫叫 王熙凤喊他舅舅的 这个 但是始终没有见到这个人 那薛家的话呢 就是薛宝钗的家族 这个算是 富而不贵 他们家很有钱 但是 但是这个没做什么官 就是一个商场上的 一号人物 就是家风比较没落这样 对 所以整体而言呢 他塑造四大家族呢 其实其他三大家族呢 就是比较 没有那么多的表现的力道 主要是在贾府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 他就有几个 制造的家族呢 是联姻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苏州呢 有李家 苏州制造呢 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 就是制造的 这样出生的背景的家族 他们也有三十年以上的 担任这个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 在官场上 长期担任这个职务的经验 那我们之前节目中呢 有跟大家提到过 无论是江陵制造 或苏州制造 他都是为皇室服务的 对 我们别想到他的制造厂 去买衣服 或者去批货 他只没给皇家 他只给皇家 就是做皇家的丝绸啊 皇家的地毯啊 皇家的龙袍啊 等等这些 所以呢 这样的 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他们就会 有这个接驾的单位 他们就会成为 接驾的单位 他们除了成为 这个江南的眼线 跟特务机关之外 他们还要负责接驾 那以前的皇帝呢 跟我们今天一样呢 久而久之呢 也会职业倦怠 也会觉得很懒散 想要出国去旅游 冲冲店 游江南 他们就会游江南 康熙皇帝游江南 乾隆皇帝也游江南 那接驾的单位呢 就是这个几个 制造府为主 有很多的学者 其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问题的时候 都会说 其实 《红楼梦》写的 可能不是 金陵的 就是 曹雪芹的家族 而是曹雪芹 也有可能是曹雪芹 写的 但他写的是苏州的李家 很多的学者 从这个角度去爬书 他们也讲出了他们一套的道理出来 因为苏州李家的整个环境 背景 跟《红楼梦》里面的很多的情节是很贴切的 可以互相的参照的 譬如说呢 他的接驾就是写得很明确 那康熙年间呢 他们曾经作为一个接驾的单位 去就是为皇室 为皇帝 南巡去安排戏曲 接驾是接什么呢 就是吃饭 看戏 接见官员 就是做这些事情嘛 那不然接到家里面来 就是 眼睛看 对的眼睛 大眼瞪小眼 大眼瞪小眼 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让你觉得这个行程 就是以后再也不会选别家了 这个行程呢 非常的满档 也很精彩 热闹 也很有趣 那特别呢 就是皇帝呢 也都很喜欢听昆曲 也都很久仰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 如果说今天推荐了 很好的这个加班 或者是说推荐了 很好的演员的话 皇帝是会直接 把他们带回北京的 对 后来这个人数众多 庞大还变成了一个 一个村落 对 一个社区 家眷什么都带缺 还有佩吉 还有这个 就是赏赐啊 也很丰富 那史料上呢 也有记载说 在康熙44年的时候呢 御驾呢 南巡 讲得很清楚 三月十七日 就五中午的时间呢 他是走这个苏州昌门进去 然后呢 博州就是把船停下来 刚好我这一次呢 就是前两个礼拜呢 去到扬州啊 参加了一个洪学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就是主题就是大运河 大运河呢 其实不是只有金航大运河 他就是江南的水系啊 水线呢 变成一个网络 所以走水路这件事情呢 到江南势必是 一条方便的路径 我们看到那个书生 静静赶考 走路好像走得很辛苦 对 但是其实呢 走水路的机会呢 是大得多 对 所以这个金航大运河 这件事情 让我这一次去发表论文之后 感触就很深 因为以往我到江南去 比如说坐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 窗户推开看呢 对过就是金航大运河 河上呢 还有船只呢 在航行 那基本上是运货 那这样的话就很省力 也很省时啊 因为他就是 比起我们走路走 旱路的话 要快得多 所以皇上 其实南巡呢 的路线 基本上就是坐船来的 所以这边有博州 就是他就是亭州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 他看戏的地方 也在船上 对在船上看戏 又有分很多种 你可以搭台在岸边 然后坐在船上 对对对 看岸上眼 对看岸上眼 那也可能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清唱的方式 有个乐师 然后就到船舱里面去 皇帝的龙船 自然是比较开阔的 比较高大的 是 龙椅也都搬上去了 他的几个龙子啊 阿哥啊 几个贝勒啊 贝勒爷啊 或者是早前那个皇太后还在的时候 就是皇后皇太后 还有几个妃子呢 贵妃 也都一起听 一起看 那所以呢 他们也都很迷恋这个昆曲 另外我曾经在大陆呢 也看过这个对台戏 那嘉瑜看过吗 没有 什么是对台戏 对台戏就是呢 同时搭两个戏台 左右两边 一起演戏 是在河的左右两边吗 不用跨岸 跨岸太辛苦了 对 就是在河岸上 或者是说 你也是在陆地上搭台都可以 就是找一块空地 然后左右两边都搭了台 对 然后同时演 同步的 有点拼台的意思 对对对 他同步的就是演一 同一出戏 然后就是 那我说那到底要看哪一边呢 对 两边都看了 就是转台转去这样子看 就凭看谁这段精彩 对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说 其实这个加班的演出啊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时期的这些明灵啊 他们的这个表演的形式啊 风格也很多样 那主要呢 如果世代夫呢 或者是这个高级官僚呢 他们之所以看戏呢 跟上行下校有关 跟皇帝呢 皇室提倡喜欢 又很密切的关系 好 那所以呢 苏州昌门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觉得江南呢 物价最高的地方 好 或者是说 那个摩天大楼啊 好 让人觉得说 最向往的那种 大都会大城市 可能首居一直就上海吧 是 好 对不对 好 那 路加嘴 浦东 对对对 这些浦东 这些地方 会让我们觉得 哇 那个 十里洋场啊 寸土寸金啊 可是在昆取盛行的那会儿呢 这个地方还没兴起 天下呢 最繁荣的城市呢 首推苏州 当时有一个词汇叫苏义 意思的义 就是说 什么东西都从苏州来的 就是 名贵的名牌的名品 红楼梦一开始呢 就说 这个苏州昌门啊 这个地方 这一带呢 是天底下呢 最繁荣啊 富庶繁华 到不行的地方 然后 讲那个珍世影 跟贾雨村的故事 就从这个地方 开始说起 那后来呢 红楼梦里面出现的 先是出现林黛玉 再出现贾宝玉 那么林黛玉 出场的时候 也是 契州登岸 他也是走着水路 然后呢 上岸以后呢 才看到了 这个 街市的繁荣的景象 那他本身也是苏州人士 所以呢 重要的人士 都是来自于苏州 好 那所以 现在接下来 我们就要看的 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 苏州李家 那他就是 在当时的魏阶上啊 或者是说 在那种 时尚名流啊 品牌上啊 要高于 或凌驾于 或那感觉上 要比金陵城的曹家 因为他是三大家族 那这边 书里面是四大家族 现实生活中 至少有三大家族 是联姻的嘛 是 那依我们今天的感觉 应该是 金陵十二差嘛 应该是 这个南京的 江陵之灶 为首 那苏州 杭州 那个小城市 所以呢 就为府 那其实应该 反过来 应该反过来 所以呢 《红楼梦》里面 说的没有错 就是贵妃 要醒清的时候 他们要到苏州 去挑选戏子 他去苏州挑选那个 口音发音都是正统的 把他们带到金陵城 所以以那边 苏州那边为主流 马首是瞻就对了 所以我们读古典 文献的时候 有很多的想法 有的时候要放下 我们自己 现在的 对 现在的那个价值观 是 我们说 那个外滩好漂亮 东方民族 那时候没有啊 是有可能的 一片荒漠 对对对 所以无论是在 皇帝的起居录里面 有写到 或在《红楼梦》里面 都写到 就是苏州 苏州就是当时 他们首先呢 要成立加班的时候 要先到那边去取经 那所以呢 现实生活里面的 几大家族呢 有这个曹家 在金陵 那李家 在苏州 那曹寅呢 要称这个李许呢 是大舅子 哦 所以他们也是 有亲戚关系的 对对对 就像那四大家族 家屎王学一样 互相联姻 互相联姻 说是 一荣俱荣 一损皆损 哦 对 关系很紧密 关系是很紧密的 好 那所以呢 有些学者呢 就以这样的道理呢 告诉我们说 那苏州李家 才是《红楼梦》里面 描写的一个对象 也有这一派 持这样的说法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 康熙44年 御驾南巡 在3月17号的时候呢 他进入到了苏州 那是什么景象呢 那李许呢 就是阳光和许的许 他儿子叫李鼎 就是那个 三族鼎立的鼎 他们父子两人呢 就是从上岸开始 皇帝上岸开始 路上呢 就是他说 过街五彩天棚 张灯结彩 从大街上 一直搭棚 搭到他们这个 苏州制造的府衙 哇 那就没看到天空 当现在的红地毯 那个就是搭棚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是那个 我们今天的概念 就是说 做黑头轿车 然后呼啸而过 他应该是挥挥手 一路这样走过去 就是非常风光 走过去 因为你搭了这个天棚 五彩天棚 老百姓一定知道说 这是皇上到了 对不对 问头钻洞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热闹 而且他还说张灯结彩 对 对 有这个景象 然后准备好戏上场 准备要看戏 在奏折里面呢 他也告诉皇上呢 就是我们呢 有这个女灵 这个观念 好像又跟后来的观念 不太一样 后来有一点这个 性别的错位 或者性别的歧视 就是女生不能进戏班 对对 其实在传统家班里面 清一色都是女性 女月 女灵 居多 就是像《红楼梦》里面 这样提到的 好 那所以呢 让皇帝呢 一路走红地毯呢 来到他家之后 戏就开罗上演了 那就非常的热闹 那戏开罗上演的时候呢 后面的史料呢 又告诉我们说 苏州李家呢 在这个地方上 经营了三十多年了 李许呢 还好 他的儿子李鼎呢 姓奢华 就是一直千金的 好串戏 串戏 他就自己喜欢客串啊 他就自己喜欢呢 登台去演出啊 那另外呢 严明师 以教习李源 我们都是请明师呢 来教我们读书写字 他是请明师呢 来教他唱昆曲 对 那后来呢 他就是有一个最盛大的戏 就是长生殿 当时红生呢 也红得不得了 红透半边天 所以苏州李家捧他 金灵的曹家也捧他 所以我们等会儿 就要来讲一讲 这个两家都追捧的 这个长生殿发生了什么事 这也是一个 当时的实况的转播 应该也非常有趣 是 好啊 好好奇 当时的长生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真的是大事 好的 这边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 东华大学国际宏学中心的 朱家文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 在《红楼梦》里头 看昆曲 刚才老师带着我们 走进了这个 应该算是清朝 接驾的 他们要开始看戏了 然后加班 要演出的是 长生殿 对 长生殿大家都熟悉 就是唐明皇 跟杨贵妃的故事 他早先在 《长恨歌》 还有《长恨歌传》里头 就有一定的铺陈 那是在唐代 那么到了圆杂剧的时候 还有《梧桐雨》等等 慢慢慢慢的 这个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又夹杂的这个 就是安史之乱 这样一个战火的逼近 后来就有一点 棒打鸳鸯 这样的一个 一个让我们情绪 久久很难平复 那随着这杨贵妃的 马维波的这个事件 大家的心里面 都蒙上一层阴影 所以这个故事 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的好看 那么我们刚刚 在音乐之前 我们提到 曹家也追捧 这个长生殿 李家也演出长生殿 在书上有一些 就是当时有看戏的人 他们的笔记里头 有记载就是说 李家的儿子 李鼎好串戏 所以喜欢演长生殿 那每一次 这个行头 就是身上穿的 头上戴的 整套的服装下来的话 这个数万到数十万两 他演什么角色 有记载吗 这个有趣 就是说等会我们会提到 他喜欢演这个丑角 丑角在黎原里头的地位 非常的高 是 对 所以呢 可能这有名的 或者是这些导演级的人物 或者是好串戏的人 他可能会朝这个方向 去发挥 对 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话题 那么刚刚我们就说 两家都是喜欢串演长生殿 或者是排练长生殿 或者甚至于说 他们去接交红生这个人 对 就变成他们一时之间 非常 名作家 对 对 就是谁能请到红生来家里面 就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 另外一个 岔开一个话题就是 我每一回去北京 那一定要到曹雪芹故居去 有的时候看表演的时候开会 有的时候就参访 有的时候座谈等等的 那么走这条路线呢 可以坐公车上去 就是北京西郊的香山 他的那个秋天的枫叶啊 美极了 就是在他后来 晚年的时候住在那里 对对 那另外呢 就是他住的地方叫黄叶村 就银杏啊 那个黄 真是美极了 那个环境真好 但是他当年是很落魄的 在那里 就是写作红楼梦的 那有趣的是呢 如果搭公车上去 他就会 我们不是大公车都会报战民 广播的那种战民 整蓝旗整蓝旗站到了 湘蓝旗 湘蓝旗站到了 然后你要到曹雪芹那一个 故居那一站的话 他是整白旗 汉军整白旗 所以这条路线上去 就是八旗子弟当时的 那个居住的地方 对对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眷村国宅 那种一个村一个村的 好 那这个地名就让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你如果一路下山的话 最后到了平地的地方 就圆明园站到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皇室啊 他们的这个军眷的眷村 军人的就是八旗子弟的军眷的眷村 那另外呢 还有在沃佛寺 就是他们皇室烧香拜佛的地方 另外就圆明园了 就是他们的很大的花园 那这一路上去呢 我们就要提到就是曹家呢 是属于这个整白旗的包衣世家 他们是属于内务府 包衣的意思是 包衣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们自称奴才 他们为这个皇室呢 就是效力 也是属于他们的 应该算皇室的家谱的一部分吧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今天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的内政部啊 外交部啊经济部是属于宫廷或皇室的一部分 但是以前呢 他是有分两部分 一部分对外的军机处啊 什么等等是对外 内务府呢 他是对内的 他分开 那这个分开就不要搅在一起 皇帝也是领薪水的 皇帝也可以拿薪水去投资的 那内务府就帮忙做这个 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人投资单位 对对对 他是其中的一个投资单位 但他做的不太好 曹营呢 帮忙去投资呢 常常都是买那个股票之类的 亏空的 对对对 就做的不太好 事实上他去买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参 跟那个皮草 他们都囤货囤太多了以后 也不见得有卖出去 只不过康熙皇帝没有去责承他 就是说你这个人投资眼光太差了之类的 好所以呢 这个整白旗 写成正确的正 但是他们念三生整 念整 好那像这样的一个家族呢 他们本身呢就是跟我们刚提到的加班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些贵族世家们 他们喜欢看戏 喜欢听戏 喜欢学戏 自己也喜欢唱戏 好那这个是其一 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演戏呢会自编剧本 这个我们刚刚也已经提到过 那自编剧本呢又要接驾 所以他们自编的剧本呢 就会跟皇帝的喜好 或者是说接驾那种喜庆 因为刚刚不是搭了长篷吗 对 然后敲锣打鼓的张灯劫彩的 老百姓也都知道说 看啊那个天子降临了 对所以呢 进到了这个苏州李家的园林里面以后 就会准备要看戏 那所以呢 我们在史料上也看到 就是当时加班的演出 可能会演一些太平盛世的戏曲 譬如说有一出戏就叫太平乐视 好之类的戏 强调就是说这是 以前那个宋代有一个清明上和图 无论你政治清不清明 但是这个要给皇上进城的 要呈给皇上看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乐曲 他们大概就是会走这个 成映系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就是表述一片繁荣升华的景色 会会会 所以这个曹寅呢 或者是就李许他们会 自己呢就是化妆粉末登场 就好像你要做一个 接驾的CEO跟执行长 然后自己走过一遍这个路线 自己去先去采线看看 这样走路线适不适合 大船进来的时候 皇上登案的时候 然后坐在哪里看戏 然后那我化个妆起来 你看看这样子的位置 角度对不对 所以等等 他们都揣摩的很微妙 微笑很精道 还有一件事情啊 是我们说红楼梦写的可能不是 有些学者认为可能不是曹家 而是李家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假设大家知道 曹寅呢是康熙皇帝保姆的儿子 但事实上奶妈有两个儿子 奶妈呢有两个儿子 那当然曹寅跟这个爱心觉罗玄业 就是康熙皇帝的关系是 就是分外密切 可是奶妈之前就有个大儿子嘛 那我不知道那个 就是听众朋友们或者家瑜 同不同意或者是有没有想过 那个有些时候做母亲的 还是会有点偏心 或者是会长子情结 对所以其实康熙皇帝 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孩子 他会照顾到他的保姆 他的这个老夫人的情绪或心情 所以呢其实曹寅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被闲置 不录用的 对所以他顾虑到 让老太太高兴的话 是要先用大儿子 对大儿子在在他育前 担任这个侍卫长 或者是这个基要秘书 担任好多年 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 让老太太看说 我重用你儿子 老太太一高兴了之后呢 才让曹寅呢 就去做了这个制造 那首先呢先做苏州制造 慢慢才把那个仲泽大任 就织龙袍的这个 还有做特务机关的这个事情 就慢慢教给他 这个过程他就花了三五年的时间 好好的慢慢的去磨 那曹寅可能本身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他只是觉得 以我们的关系 以我们从小到大 引起长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为什么就会被冷落在一旁 我为什么就会比不上我哥哥 所以他那诗文里面 曾经写过他很落寞 他很失望 他很觉得自己前途茫然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呢 他是住在这个苏州李家的 所以他是受到苏州李家的戏曲风的影响 吹到这个风吹到他身上来 那所以李许跟李鼎父子两个人 对他呢就是洗脑灌输 让他深深的爱上了这个昆寺 让他接受了这个李家的加班的洗礼之后 他才能够去创造属于曹家的加班 哦 对 对所以这个整个曹家的加班的 这个发展的历程啊 其实跟苏州制造的关系很密切 而且我们刚刚音乐之前已经说了 苏州才是当时的大本营 对对最重要的地方 所有的一切不是只有昆寺而已 所有的流行的文化 时尚之都 对都是从那里发展出来的 好所以采买戏子啊 甚至于呢 甚至于你都没有想到 很难想象啊 就是要买一艘船 因为大观园里面呢 有一条这个小河 就一条溪啊 庆方溪啊 还有呢就是有水面的地方呢 他们夏天的时候呢 可以划船 冬天可以划冰船 就是在把这个船 底部呢 贴了铁片以后呢 可以在冰上滑行的 非常畅快的 这一些呢 也都是苏州 买来苏州打造 那这样子还不够 划船的人 也是苏州聘来 连船夫都要特地从苏州聘 对对对 就是 所以那个当时这个整个 时尚的品牌的流行的 文化的 一切莫不次来自于苏州 一定要贴上苏州的标签 对 所以林黛玉苏州人 庙玉 庙玉也是苏州 非常高雅的两个人呢 都是来自苏州 庙玉呢 奉茶的时候呢 拿出了班袍甲 点溪桥 这个杯子的 那个圈组底下呢 就写了 这个北宋苏氏啊 真万啊 是近代的这个网坎啊 收藏等等的 告诉我们说 这是上等的 这传世的名作啊 那另外呢 茶水呢 是他们苏州盘乡寺 著名的梅花 香雪海上面 收集下来的梅花 化成了水 用这个水呢 来泡茶 一定要来自苏州 连水 连矿泉水 一瓶苏州的梅花水 都要来自苏州 所以苏州当时 对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呢 采买戏子这件事情呢 源自苏州 而皇上呢 到时候呢 会把一些 重要的名林呢 他太喜欢了嘛 他看了三天三夜 那挨不忍失 他就会带回去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回头来看一看 这个门一打开呢 要演这个长生殿 那长生殿的作者洪生呢 就被请来当座上宾 当时呢 有一些文人呢 也被请来 就是看他们加班的演出 这个要分两边 首先呢 是有一些文人呢 他们记载 苏州里家呢 就是喜欢演长生殿 但是没有说 他请到鸿生 哦 他们每次呢 就演出这个 唐明皇跟杨贵妃的 的戏的时候呢 就不惜这个数十万的银两 这样花钱如 像躺海水似的 阿弥陀佛罪过可惜 都顾不得了 就是把钱花下去就对了 就是为了要营造出 那样子一个 华丽的这个盛大的效果 说实在的 这个昆曲的演出 适合的是 才子佳人的小戏 生诞系 折子系 他应该不需要花费 非常高昂的这个价值 而且就 《红楼梦》里面 贾母的说法 可能也就是 曹寅本人的美学观 是清唱的 就是简单的伴奏 然后不磨脸的 不采唱的 那可是现在呢 这个光是行头 花下去的这个钱 就所费不自 说明了苏州里家呢 实在是 某种程度上是很富有 那后来抄家 果然是他先抄 那现在还有一批文人 他们又写了 另外一些笔记 记录了当时的盛况是 曹寅呢 执服了一段时间之后 让他哥哥先做大官嘛 那等到老太太高兴了以后呢 小儿子就接上来就做官了 那他因为在苏州里家 待了一段时间 受到洗礼之后 他接了江宁之灶之后 他也养家班 他也写剧本 他也让他的加班呢 演戏 这时候他就请了洪生来了 洪生是做上宾 那那个写这些故事的人呢 是坐在比较后排的 他就说我们就看到呢 那个曹寅 跟洪生两个人 坐在最前排的 应该算是VIP VIP VIP那个 主位 对对对 总统包厢 坐在那边 做什么呢 曹寅拿了一个全本的长生店 洪生呢 他就拿一本给他 就两本 其他人没有 那所以这两个人呢 坐在第一排的一号跟二号座位 然后呢 就是各拿一本 拿剧本 拿着剧本呢 对着这个戏台上呢 就是 对着他的节奏 对着他 就是盯着剧本呢 看这个戏 就好像我们看着谱 听交响乐 同样的道理 对对对对 看着总谱 然后听交响乐这样子 然后两个人不时呢 还交换意见 讨论意见 那你说这样子持续多久呢 三天三夜 天哪 三个昼夜 你说他痴迷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加班 绝对不是附庸风雅 或者只是玩玩而已 这对他们而言 可能是他们的主业 制造是副业 开个玩笑 说不定对他们而言 他们的心里面是这样一样 说不定真的是这样子 对 所以跟洪生呢 就一起看这个戏 对拍子 拍点 然后呢 又对音乐 那对这个演员的 这些表情啊 做工啊 这些动作啊 那就把这个全本演完 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的这样子去 都不用上班耶 对 就是 就是男费跟女费之啊 就是为了看戏 为了看戏啊 到这个地步 所以 幸好有这些 当时坐上宾啊 他们也是比较靠后面的 靠后排的人 坐在那里看戏呢 的时候看到 这两巨头啊 其实后面那些人 可能就是来冲冲树的 看热闹的 看热闹 那其实他们两个人 就是为了要 第一个要结交 要结识 因为你就是 名满天下的洪生 那我非常的仰慕你 那希望能够 看着你的剧本 也看着你的戏 看着你的人 那曹英就会觉得 自己实在是 太幸福了 幸福无边的幸福 看着洪生本人 看着洪生的剧本 再看着洪生的戏 在舞台上演出 这是他人生 最辉煌的时候 也是最享受的时候 那也是加班呢 达到最顶颠的时候 那再继续往下走呢 他就遇到有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音乐之前呢 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实力的问题 如果经济实力 一旦不能支撑住的话 比如说苏州李家先抄家 雍正上来以后 然后接下来是 曹府被就是革职 查办 我们上次说 他的龙袍褪色嘛 这些问题 所以呢 就表示说 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 没有办法去支撑 那时间点呢 到了曹雪琴写 《红龙梦》的时候 是乾隆年间 我们也知道 乾隆年间 从和珅以后开始呢 国家的经济实力 也走下坡 那后面接任的嘉庆 勉强还维持一个 维持一个表面上的 还算是过得去的局面 但是他也不看戏了 因为这个花费 实在是太大了 那往后走的 道光啊 咸丰同志 光绪那些 越来越惨了 越来越惨了 那就那个经济实力 顶不住的话 文化艺术的东西 就不能发扬光大 那戏班子 这个加班就会流落 那戏班子流落了以后呢 会遇到什么状况呢 就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职业化 职业化 对 他就是从被续养 这个就是私人的 这个资产 就出来了以后呢 他要自己 自己跑江湖 自负盈亏 自负盈亏 自己跑江湖 要自负盈亏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有可能呢 他就会离不过某一些 譬如说四大灰班 静静这样子的声势 因为有一些地方 小夕他起来了以后 他比较吵闹 比较热闹 节奏又快 对 他节奏又快 那我以前常常跟大家开个玩笑 说我请那个 就是昆剧团啊 到学校去演出 然后我在 因为我导龄 所以我就在后台 就是看看大家的表现 我不是看舞台上表现 我看台下的表现 看同学们都在做什么 然后那个 我们有几位老师呢 在滑手机 我就说听昆曲 看昆曲 为什么要滑手机 他说 因为他一个字都唱很久 所以当时呢 就会有一些人呢 就会慢慢就是 不会买票 去看这些职业化的剧团 因为他们喜欢那种 刚刚嘉瑜说的节奏快 比较热闹的 地方小戏起来 去挑战了这个 雅部的昆曲 使得这个昆曲呢 慢慢就是走向 一个尾声 或者是一个没落 所以加班呢 很重要 加班如果挺不住的话 让这些戏班流落到民间去的话 那也有可能就是备受挑战 他的那种高雅的文化 跟一般的民众的趣味性 就不一样了 对 或者说跟各地的不同的方言 所兴起的不同的剧种 之间就产生的这个隔阂 就不一样 所以总而言之 那个经济实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会支撑起这个文化艺术的 这个发展跟发扬 那当时呢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红楼梦》里面呢 会有一些小戏子 那这些小戏子们呢 他们会有教习 会有教师 那事实上呢 在苏州李家 在金陵曹家 他们的教习都是喊得出名号来的 比如说呢 有些笔记里面就记载 就说叫做王景文 叫做朱音仙 景就是景色的景 风景的景 文章的文 朱音仙是声音像神仙一样的 对 反而是《红楼梦》里面这些教习 没有留下姓名 但是真实的加班里头 这些都是名师 哇 对 这些都是著名的老师 那还有什么著名的老师呢 有一个人叫做陈佳妍 他就是佳义的佳 言论的妍 那他是攻丑脚的 对 他的这个插科打混 是一决 他不让人家发酵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专门做这个这个课题 我们刚刚提到啊 就是苏州是最重要的发祥地 对 我们要朝圣的 要去挑选人才的 对 要去苏州 要到苏州去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再谈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实力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谁最有钱呢 扬州人 哦 扬州是比苏州更富有的 因为扬州有盐商 哦 是 对 盐商呢 是基本上 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 盐商的 是一个暴力的商人集团 就是说 他的那个成本低 但是他的那个翻倍的这个 就是利润非常 利润非常的高 我们只要想一个问题就好 就是 人可以不吃糖 就是顶多就是不太开心 没有巧克力 没有甜点 但是人不可以不吃盐 不能没有盐 不能没有盐 身体里面没有盐的话 是会 会生病 会出问题的 对 所以呢 盐如果掌握在谁的手上 谁就是大户啊 谁就是很有钱的 是 那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啊 扬州呢 是靠海的 现在已经就是这个 退到内陆了 退到内陆去了 那那个时候呢 这个岩商呢 就是会集中在扬州 但他其实不一定是扬州人 他有可能是辉商 从内陆呢 从江西啊 从安徽啊 出来以后 做一些贸易啊 经营啊 买卖啊 所以住在扬州 总而言之 扬州的盐商啊 他带动了这个 就是昆取业的发展 也就是说 我们苏州这个地方呢 有很美丽的 像林官啊 偶官啊 方官啊 宝官啊 这些小戏子们啊 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陈家延啊 管六郎啊 这些很美的这些戏子 他们的火候也好 那声枪也好 但是必须找金主 必须找金主 才能够去支撑这个文化命脉 所以金主就在扬州 扬州 对 就在扬州的盐商 所以扬州跟苏州 是我们如果走这个 昆取的路线 不可以忽略的 两个重要的大的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呢 都是世代夫也好 官僚也好 还有呢 就是商人聚集的地方 这些地方呢 大家共同的把这个 昆取的艺术呢 推上了一个高峰 所以时间点呢 就是在明代的 嘉靖龙庆到万历 清代的康熙 雍正到乾隆 地点呢 就是苏州呢 是有好的戏曲 扬州呢 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资金 资金呢 才能够促成了 这样的一个繁华的 处处有加班 蛮处处有名林的 一个盛世 是 哇 今天听到朱老师 跟我们这样的介绍之后 真的就描绘出 昆取盛世的 那个年代 对 也让我们看到了 哦 原来加班 跟昆取之间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好 那节目最后呢 刚才 老师跟我们提到了 长生殿 哇 这个最著名的这出戏 那我们就一块来欣赏 这就是由 季正华老师 所带来 长生殿当中的弹词 同时也谢谢 朱家文老师 谢谢 谢谢嘉瑜 谢谢听众朋友们 不只是昆取 我们下个星期一天 晚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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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